大家喜欢吃酱油鸡吗 欢迎回来 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 我今天会简单一做嫩滑美味的酱油鸡食谱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个酱油是使用漆压锅来做 鸡肉能滑多汁而且味道鲜美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吧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鸡腿肉 葱姜蒜米香菜根 调味料 一汤匙酱油 一茶匙姜粉 一茶匙盐 一茶匙绍兴酒 一茶匙蚝油 配酱油上色 抓匀腌制30分钟入味 从洗净切除根须备用 将切片 香菜洗净切除根部部分 把所有材料放入气压锅内 五股鸡腿皮的部分 将切片朝下放入 腌制的酱汁也倒入 倒入500毫升的水 一汤匙蒜末 烹调时间 切压锅煮鸡模式 煮好后炒模式煮10分钟 鸡肉已经熟透了 鸡腿 鸡腿加出剪成小片 鸡腿很容易就可以剪断了 淋上酱油汁 酱油酱汁很美味 而且很香 有鸡腿的鲜美味道 加上这次有放香菜跟一起煮 味道很浓郁美味 酱油鸡这样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 非常适合在忙碌的工作日做来吃哦 酱油鸡又称酱油鸡 香港常简称为油鸡 是一道广东菜 稍微的一种 因为酱油鸡的烹调方法是以酱油把鸡进熟 所以这道鸡肉菜被称为室油鸡 室油鸡主要食材是鸡 用加热的酱油进熟 吃室油鸡时可以不加调味料直接食用 也可配上蘸料 最常见的蘸料是以浆木 葱里和石油制成的浆绒 也可蘸上豆浆或芥辣增加风味 再过去 酱油和酱青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由于地域和口音的不同 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命名 关于酱油的传言要学会变真假哦 酱油吃多了会变黑 皮肤的颜色是由一种叫黑素的物质决定的 它主要是由黑素细胞利用烙氨酸这种氨基酸 经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而生成 虽然酱油中也有烙氨酸 但食物中烙氨酸含量较少 对肤色几乎没有影响 酱油之所以黑 主要因其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天然的色素 类黑素 这种物质吃下去后会被分解为糖 氨基酸等基本成分 并不会流进血液 直达皮肤 把皮肤给染黑 吃酱油 伤口会流疤 伤口是否残留疤痕 是由伤口大小 是否感染及营养状况等因素综合决定的 与酱油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食物颜色的深浅并不会影响伤口愈合 酱油会致癌 有的人认为酱油中含有焦糖色素 这种物质中含有大量的四甲鸡蜜座 这是一种致癌物质 所以经常吃酱油容易增加化癌风险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鸡肉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273个美味鸡肉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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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